里面那个脚 天哪 我这大排鞋子 你真是个扫子星 每次见你都倒霉 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 跑到这儿来干吗 在家真没劲 小白见我跟见仇人似的 我过来看看 你是怎么花老些钱的 这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啊 花钱都这么狠 这破坏多少钱啊 我要是把它给你挠了 你是不是特别心疼 这些都是一比一的复制品 我疯了 装修期间把真品放在这儿 真没劲 说吧 怎么想起把我给请回来了 改人设走绿茶路线了 这不是马要过年了吗 想全家人一起拍张全家福 拒绝 你撒谎 你撒谎 你是看了我的视频 知道我要出书了 揭露豪门内幕 才想起我的吧 怎么了 怕啦 怕啦 你到底是缺钱了 还是被人挑唆了 公司正是要上市的结果眼上 盯着它的人很多 不要生失 你这是命令我呢 还是求我呢 算是我求你 二婴啊二婴啊 你是太钱了还是太面子了 都到这地步了 你还装瞎呢 什么意思 老谢在外面 又给我们找了个妹妹 你笑什么 你说我瞎说呀 夫妻之间呢 没有秘密 老谢是最怕亮晶晶的东西 嗯 来 看一下 带的是什么 老谢跟你离婚 是因为你出轨 你心里有气呢 我能理解 不过这种事情 没有扯平了 我以为你是来求我的 那既然这样 咱俩就扯平看看 公司上市搅黄了 小白也受损失 而且你的卡账 谁替你还啊 你真跟老谢 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败毒不侵 唯独你俩就有一个弱点 就是太浅了 我要把上市的事给你们搅黄了 您俩能活活疼死 我想着就特别爽 你想说什么都行 你想花多少钱 买什么都行 你只要好好地在家里住着 等到拍完照 公司上市敲完钟 你想做什么都随你便 想看着我呀 可以呀 白吃白住 你好 我也不亏得好 你不要拿着我 我看你 你不吃什么